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什么也别说了 走吧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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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辈子都会受良心的谴责 这一年多来 菲菲在北京照顾父亲 药无隐形 看着慧明因为菲菲彻底褪飞 每天除了学习工作 她还喝酒了 把自己灌醉 我看到她这个样子 心里特别难受 晚上我约了家家和明镜去喝酒 我不管不顾地把自己灌醉 他们拦都拦不住 我喝多了就哭了 把哭得要多伤心有多伤心 我怕家家和明镜吓坏了 他们不知道我怎么 其实我是难过 我拆散了我最好的姐妹和她的男朋友 因为我太爱慧明了 我爱她爱得不信用卑鄙的手段 离间他们的感情 但是我不后悔 就算将来菲菲知道真相 她永远不会原谅我 我也不会后悔 你看看你 我说什么来着 硬撑啊 严重了吧 这层楼冷气怎么开这么厉害啊 这倒是啊 真的有点凉了 那你怎么办啊 你生病了 别冻坏了 好 谢谢啊 走 好像是那个 怎么了 大夫 我想堕胎 你丈夫来了吗 我 我还没结婚呢 男朋友呢 他 他不在本事 就你自己一个人啊 挂号号来复刻吧 你动着了吧 帮忙去看这儿吧 这不吴叔吗 谁 谁 我刚才看见吴叔了 是谁啊 他就在这儿啊 是不是发烧看花瘾了 我没发烧 他真的在这儿 我去够号了 好 来来来 先在这儿坐着 别乱跑啊 行 我知道了 我给你 我拿去 你拿去 我拿去 你让他拿去 我拿来 你拿去 我拿去 我拿去 你拿去 这儿 你拿去 你拿去 不说 是你啊 菲菲 我说我没看错吗 病了 感冒 最近天气忽冷忽热 注意身体啊 你来是 我 我就是来检查 慧敏没陪你来吗 我自己来的 那要不要我陪你啊 不用了 我自己能行 不行 我走了 别传染上你了 菲菲 你到哪儿去了 一转眼就不见人了 我说我看见吴叔了嘛 我去看他了 真是他呀 他来干什么 他能干什么 来检查啊 不过 他好像不太高兴啊 哎呀 高不高兴 不管你的事 先管好你自己吧 号都挂好了 哦 好 谢谢啊 走 我去吃药啊 回家吃药啊 慧敏终于走出了阴影 也接受了我对他的感情 那天 我的心情激动得一塌糊涂 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愉悦感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感觉到 我的每一步都踏着幸福的节拍 我的脸上肯定在傻笑 因为路人都对我投来了诧异的目光 我才不理他们 因为我终于得到了我的爱 但是 入夜时分 兴奋得难以入睡的我 突然想起了飞飞 想到飞飞 我的心猛地粥挤在一起 我对不起飞飞 但是我真的爱慧了 没办法 我只能默默许愿 飞飞能够得到一个更加爱的人 如果有来世 我会努力补偿飞飞 今天 房间大草虫 又翻到了这几本日记 有心拿出来烧点 但是不行 因为这几本日记上 记录着我对惠明全部的爱 其实中间有不光彩的地方 甚至有阴暗 但我依旧舍得 我也不是没有想到 如果有一天惠明看到了这几本日记 他会怎么看我 但是 我还是没有舍得 我想 也许等我和惠明都老了 或者我的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刻 我会把事情告诉他 也许我很自私 但是 还是你假装不想懂 我做什么 我做什么都不能 只能眼睁着看着你走 我最爱的人 我最爱的人 像我也最深 说走就走 剩下了我孤单一人 谁空空深深 爱我多深 你这样对我心不心疼 我最爱的人 我最爱的人 像我也最深 我最爱的人 像我也最深 像我这样的 还有多少人 也要忘了你 我没有天恨 你昨天 为什么 你昨天 为什么对你妈说 我出差了 她说 昨天 我妹子大强 去了一趟公司 看见你和关小姐在那儿 亲亲我我的 她就告诉我妈了 我妈就让我打电话 叫你过来 我怕打扰你上班 我就告诉我妈呢 说你出差了 我个棒棒堂 谁跟关雅亲亲亲我我了 哎呀 你急什么呀 急是什么 这是造谣 哎呀 别小心眼啊 你真是 不是小心眼 这是事实 哎呀 我不跟你说了 我难受 那你先休息一会儿 喂 喂 菲菲 你有嘉嘉和敏静电话吗 怎么了 我到处都找不到吴叔 她没去姑妈家 我一直很担心她 我想问问嘉嘉和敏静 有没有见过她 吴叔啊 可是我们刚才看到她了 在哪儿啊 医院呢 什么 医院 你快去医院拦住她 她可能要堕胎 这怎么办呢 我刚才看到她起个小不对 我就不该离开嘛 那现在呢 哎呀 开了 哎呀 完蛋了 有没有什么记录可走啊 你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我再快点 老丁保佑 我说没什么事 我说没什么事啊 伯叔 啊 进来吧 慧明 哎 哎呀 薛董 啊 吴叔怎么样了 哎呀 先上楼 先上楼啊 走 让我过去 啊 这 让我过去 你们放不进去 我老公在里面 你们放不大声声话 别打声话 让我过去 你怎么这样啊 吴叔 哎 吴叔 你放不进去的 吴叔 再走 男人是我妻子 你要干什么 我都捧不上楼啊 我不同意坐台 好 太太 老公 来 我都捧不上楼啊 给我回家吧 都是我的错 我看了之后 你写的那些日记 我才知道 你是这么爱我 吴叔 我以前一直怪你 拆散了我和菲菲 可是到今天我才明白 其实最痛苦的是你 看完日记之后 我一遍一遍地问自己 一个人一辈子 有这样一个人爱着自己 难道还不够吗 跟我回家 我们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好吗 好 我想你保证 我和菲菲只是朋友 我心中只有你 我周回明 愿意把我的心 只给你一个人 你愿意重新接受我吗 真的 都是些什么人呢 别别别 我拦的车大哥 拦那个棒棒堂啊 是我先看到的 然后你从里面窜出来 跑到我前面 讲不讲道理啊 相亲大姐 谁认识你啊 神经病啊 你走开 你不是在里面跟那些暴发户相亲吗 难怪你没人要啊 你个大脸人 一点疯度都没有啊 疯度一斤值多少钱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凭什么说我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你和咖啡厅那个女人鬼鬼祟祟的 干什么呢 我伤害了她的感情 我用钱来补偿行不行啊 不要脸 别累就不要脸 现在上车别老了 干什么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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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 哇 喂 喂 你真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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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比公司 可比公司 太惨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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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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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 飞姐怎么还不来啊 你说她会不会不来了呀 别担心 飞姐习惯最后秒杀嘛 你怎么还在发短信啊 我在干正事 来来来 飞姐 你终于来了 都来了 马克 别老发你的短信了 好 飞姐 我好紧张啊 别怕 有我在呢 走了 走 乡亲大姐 乡亲大姐 你 你想干什么 我只不过抢了你的车子吗 你犯不着吧 千里去杀呀 乡亲大姐 你让我好找啊你 你想干什么 他们都是我朋友 不要乱来啊 乱来什么 咱们把文件夹拿错了 不好意思啊 谢谢你把我送过来 不客气 不是为了你 我是为了文件夹 对不起 对不起 得了 餐饮我不给你计较了 飞姐 这个人是谁啊 小混混 飞姐 你怎么会招惹这种人啊 我怎么会招惹她 飞姐 你刚才相亲的人就是她呀 你俩闲的呀 走了 你好 小姐 你好 我们和高牧先生约好的 请稍等我看一下 嗯 对不起 没有高牧先生的预约 什么 马克 到底约了没有啊 我约了 高牧先生他在不在啊 高牧先生他不在 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这个不好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上去等他 上去等恐怕不太方便 哦 哦 飞姐 现在该怎么办啊 你们以为这个高牧先生 他真的不在公司啊 飞姐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难道说 里面的接待小姐在骗我们啊 日本人做事情是很严谨的 如果他真和马克约好的话 他一定会来接待我们 就算他有事情应该会通知我们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 有人比我们先当 啊 会是谁啊 难道是竞争对手 没错 那怎么办啊 你们在这儿等我 我进去一下 嗯 行 我的设计图 我推掉了科比公司的业舰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啊 你看看 嗯 还不错 我说过 我的设计图 绝对一流 那你准备 要多少钱呢 市场价 你要知道 我们收购你这种来历不明的设计图 哪是要冒很大的风险啊 你也应该知道 这种来历不明的设计图 要比那些正儿八经的设计图 价钱便宜一半 给 谢谢 谢谢 高牧先生 可比公司顾菲菲 你来干什么 这是男厕所啊 高牧先生 我只能用这招了 如果不用这招的话 恐怕我今天都见不到你了 对不起 我今天临时有事 我的秘书难道没有打电话告诉你 今天的会面取消了吗 我没有接到你秘书的任何电话 而且我相信我也接不到 因为刚才和你谈生意的人 对你我来讲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你看到了 我什么都没看到 但是我的直觉看得一清二楚 高牧先生没关系 你也不用尴尬 我这个人呢 喜欢公平竞争 这是我们公司的设计图 多元选择总是好的 这是我们公司关于 环保住宅的设计图 您看一下 我们将从供暖 供水 热源和电力等四个方面 对住宅的十四个要素 进行环保评估 我们将会在住宅内 安装高密闭式窗户 LED照明设备 以及进行屋顶和室内 墙体氯化 高效能的变电及照明设备 室内温度调节装置 同时呢 鼓励使用环保材料 当然也包括厕所 环保住宅是整个行业的新趋势 我相信高牧先生 一定会很感兴趣 高牧先生 虽然我不知道那个人 跟您谈了些什么 但是我相信 以我们未来的发展 和我们以前的合作考虑 您一定会做出最好的选择 那我就 不打扰您了 好 喂 薛先生 非常遗憾 经过公司讨论 我们决定 还是购买科比公司的设计图 我可比他们便宜 但是他们的设计题材更有新意 能为我们带来更大的利润 科比公司 是啊 山下先生非常喜欢 科比公司的这次设计啊 因为他们选择了现在很热门的 环保性住宅 整个设计也非常的完美 所以我们还是决定 就算贵一点 还是跟科比公司合作 毕竟物有所值嘛 我还以为科比都是饭桶 现在看来 还是有一两个不是那么糟糕的 好吧 支票我会退给你的 那谢谢了 再见清先生 绝对是那大姐PK掉了我残疑 妈 我回来了 老姐啊 来来来来 怎么了 你怎么回事啊 妈辛辛苦苦给你安排相亲 你倒好拿水泼人家 那人可是大姑介绍的 今天下午 大姑打电话过来 可生气了 许呀 以后你爱干什么 就去干什么吧 我还不爱管你呢 妈 反正呢 以后我跟芳芳他们一起过 挺好的 哎呦您 消消气消消气啊 哎呦您不知道啊 您给我介绍的那两个人 绝对辣 极品 妈 我回来了 来了 来了 来来来 姨妈看看 哎呦 小花长高了啊 快点去洗手 姥姥给你做了好吃的 去去去 去吧 妈 妈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哎呀 妈今天托人给姐相亲 姐又没看上 哎呀 我说老姐啊 不是我说你啊 你都成了齐天大圣了 哎 别说了 不要挑三拣四了 要是有个男人要你 你就嫁了得了 哎呀行啊 多比在家里当老姑娘的强吧 曾大强 我现在嫁不出去啊 我也不靠你来养活 你不用在这说风凉话的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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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啊 来给我揉揉筋 工作一天真累啊 哎呀 哎呀 还是老婆对我最好啊 哎 哎 夫妻之间的感情啊 有些人啊 这永远体会不到的 哎 你就少说两句吧 哎 哎 走走走走走走 曾大强 哎 菲菲 过来过来 这啊 这啥 我妈 你看他 就少说两句吧 他一天到晚 在我们家里白吃白喝的 就用那张嘴哄我妹妹开心 这种男人呢 白给我我都不要的 你想 大强他说的也不是没有人 没有道理 你到底要长什么样的 妈 我跟你说了 我这个人呢 拧屈勿烂 我倒是担心你啊 到时候把自己给捂烂了 一看这小花都上学了 难道你就不着急吗 哎呦妈 我真的我 电话电话啊 喂 菲菲啊 同学会你还来不来啊 今天啊 对啊 当然已经今天了 你说了要来的 我们可是按人图定的位 你不来也得付自己那份钱啊 哎呦我也给忘记了 立马就到 等我啊 对不起对不起 菲菲 有约会啊 同学会啊 你上学的时候 不是有很多男生排着队追你吗 今天你再去看看 看看有没有追过你的 妈 我求求你 今天是女同学会 没有男的 走了啊 拜拜 哎呦 哎呦你接点什么啊 你看这死了 哎呦 好久不见了 就是啊 你做得怎么样啊 挺好的 你不也挺好的 你家不错的老公呢 哎呀 不错啊现在啊 不是呀 不错啊 不错啊 来来来来来 说什么你老公啊 是不是做得很好啊 对不起啊 我给你感激老公啊 感的好啊 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 呦 敏静 菲菲 我看看我看看啊 好漂亮啊 你没变呀 敏静 佳佳好想你啊 迟到了要罚酒啊 先等会啊 我还有好消息要宣布呢 什么好消息啊 好消息啊 我下个月啊就要结婚了 大家都得去啊 好啊 要结婚啊 跟谁啊 她停车呢 一会儿就来 哎 今天可是我们姐妹聚会 不许待外人 是啊 未婚夫嘛 婆婆丽啊 正好啊 让娘家人帮我把把关嘛 这话还正听 算了 不罚你了 哎 过来 姐妹们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未婚夫张雨 大家好 我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谢谢 谢谢 你先过去等我一下 我一会儿就过来 好 大家玩得开心点啊 好好好 哎 恭喜你啊 爱情长袍修成正果了 哎 你今这一结婚 咱们班应该没有单身的了吧 没有了 你们谁没有男朋友 自己举手啊 不会呢 不会吧 真的假的 菲菲 上街那会儿有多少男生追你啊 你可是我们连大的女王 我们还以为你的孩子都上小学了呢 别胡说了 你是不是在消遣我们啊 你肯定有男朋友了 哎 哎 我其实 其实我 我就是 哎 对了 吴叔结婚了没有 谁 吴叔呀 就是一天到晚跟菲菲在一起的那个 咱们班学习成绩最好的 对 对了 菲菲 那会儿你跟她走得最近了 你有她的消息吗 是啊 我不知道啊 哎 我们毕业以后就很少见到吴叔 她也很少参加同学会 就是 去年我在商场里碰见过她 哎 变漂亮了 是啊 这回我也给她发了短信 可是她说要去接老公 来不了 接老公 嗯 她结婚了 对啊 好像 听说她老公长得挺帅的 还是什么大公司的高级主管呢 真的啊 连吴叔都结婚了 那咱们班岂不是只有 哎呦 哎 哎 哎 好了 好了 嗯 咱们吃饭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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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今天真不该来呀 啊 啊 啊 你好 请问人事部怎么走啊 嗯 先签个名字吧 好的 关小姐早 小心 待会有人来 让她在我办公室等我 好的 啊 不用了 就让她直接上八楼的人事部找聘 好的 你什么 在哪见过 哪位是七号啊 啊 啊 七号 我 跟我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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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位置 那么多人强 真是经济不景气 哦 请问洗手间怎么走啊 啊 走廊尽头 好 谢谢啊 哎 你看见没 一个岗位来得这么多人 啊 是啊 排号排了三十多 就点那么一个 你错了 外面一群等的人 都是傻的 为什么 你不知道啊 哎 其实这个位置早就有人了 啊 谁啊 人是不经理的一个远方亲戚 不是吧 所以说外面那群人全都是炮灰 那 那这不是玩人吗 这叫潮里有人好做官 岂有此理 都已经内定好了 还玩什么公开招聘吗 这不是玩我们这些应聘者吗 无耻啊 是顾飞飞吧 以前效力科比公司高级设计师 对 坐 为什么放着科比公司的高级设计师不坐 要来我们EAC呢 因为我以前的公司经济不景气要裁员 我不想裁掉一个我部门任何地方都很优秀的员工 所以我只能自己走 那要我说你讲义气 还是说你笨 应该说我有自信 因为我觉得以我的能力到哪里都能找到一份和科比差不多的工作 好 关小姐 我问完了 顾小姐 有以前的作品给我们看看吗 哦 这是我的设计图 这是《蘑菇小屋》 是我其中的一个设计作品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的作品 我觉得房子和住房子的人应该有共通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爱 但是没有人分享 所以呢 我把它融入到了我的设计当中 和每一个住房子的人分享我的爱 我想通过一面墙壁 一扇窗户 甚至说一个钉子 和每一个像我一样孤独的人 让他们感觉到至少没有被世界抛弃 这就是我做的第一个设计作品 一间小房子 两个相爱的人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获得幸福 好吧 作品留下 你先出去吧 有什么消息我们会通知你的 这个《蘑菇小屋》 我是要拿走的 为什么 我决定不来你们公司了 都已经内定好了 还玩什么把戏啊 岂有此理 男人耍着玩吗 这种公司啊 迟早要倒闭的 喂 费费啊 你听怎么样啊 妈 算了 没信 你条件别给人家开那么高嘛 你知道什么呀 我们没有资格开条件 我不跟你说了啊妈 我开车呢啊 我回来再跟你说好不好 拜拜 拜拜 你没事吧 我的灵石 你 你这个人 你没事吧 相亲大姐 流氓 怎么到哪儿都能遇到你啊 我还想说这句话呢 你要不要紧啊 来 你 真的假的呀 小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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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怎么样嘛 哪里疼啊 我心疼啊 要不要去医院哪 废话 当然要去医院了 去医院 你躺这儿干什么呀 来来来 走走走 小李子 爸爸对不起你 起来 走 小李子 好了好了 我的小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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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妈 小心点啊 小李子 爸爸没有照顾好你 你在忍忍啊 马上到医院了 小李子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啊 这里有你的简历和求职信哪 啊 嗯 对啊 为什么不在科比干了 干得不开心呗 那你现在是 我刚刚是去EAC应聘的 啊 你去EAC应聘 可惜 白跑一趟 什么意思啊 一共就一个名领 内定了那个什么 人事部经理的远房亲戚 啊 明摆着就是耍我们这些应聘的嘛 啊 形式主义啊 岂有此理 这队警内定了还搞什么公开应聘啊 这帮无聊的人 把别人都当傻瓜 我 岂有此理 哎 哎 没事吧你 你激动什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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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疼好疼 哎呀 开快点 你真的假的呀 哎呦 哎呦 不要再喊了啊 哎呦 不正去医院的路上吗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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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好啊 我给你罐号啊 哎哎哎 你把你那个包包给我留下 干什么 要是你假装了罐号跑了怎么办 给你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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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檢查过了啊 一切都没有问题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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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新电图查了没事吗 我心疼啊 我也没说我心脏有问题 你把我最亲爱的吉他给撞坏了 我心疼啊 那你骗我到医院来做什么检查 你以为是免费检查啊 哎 你撞了我 不该带我来检查检查吗 我没有内伤你万幸了 要不然你惨了你 你真的是无赖啊 流氓 身体是没问题了 现在该谈谈赔偿的问题了吧 什么赔偿 你把我最心爱的吉他给撞坏了 你不该赔钱啊 你想怎么样 你把一个音乐发烧也 他最心爱的baby给撞坏了 你说说你该赔多少钱 你自己说吧 你是音乐家呀 自由职业者 你无业游民 你就想敲诈我对不对 那你把民警叫来看他怎么说 你说嘛 你到底要多少钱 这把吉他是高级货很值钱的 至少值五万 五万块钱 你去抢吧你 你这破吉他值两千块钱 你以为我不识货啊 大姐你也是高手 你以前也玩音乐的 好了大家不要废话了 你说吧你想怎么样啊 留下你的手机号码 你要号码干什么 你撞了我你承不承认 我承认呢 你撞了我导致我的吉他肢体残障 半生不随 你承不承认 我承认 所以你该留下你的手机号码 等我想好了该怎么办的时候 我随时联系你啊 流氓 哪有那么帅流氓 随时抠你啊 那管小姐 就按咱们说好的呗 好不好 嗯 让你侄子来吧 那我跟周经理说一声 不用了 周经理那边我去说吧 那谢谢管小姐了 只是对不起来应聘的人了 其实这个顾菲菲 真的是个人才 这么多人里面我就看好她 是啊 可是她不懂啊 现在办什么事不得靠关系吗 喂 薛总 对对对 对 是是是是 好 好 她说什么 薛总让我们雇佣雇菲菲 菲菲 还不走 我想把设计图做完 义务加班可是没有加班费的 谁让我今天早上迟到了呢 那就不管你了 对了 晚一点大楼会锁门的 小心回不了家 知道了 谢谢啊 我回来了 回来了 顾菲菲的事怎么样了 半头了 是吗 是她被开了 还是她妹夫进去了 不是 今天早上也不知道从哪里 突然转了一笔钱 把漏洞给补齐了 所以就没事了 所以就没事了 是吗 这个顾菲菲果然不简单 关键时候老有人帮她 怎么 你盼着她出事啊 没有 我怎么会盼着她出事呢 我们朝姐妹啊 坏了 我的设计图落在办公室了 我回去取一下 要不要这么急啊 明天开会要用 今天晚上必须要修改完 你先休息吧 不用等我了 那你自己慢点吧 好 菲菲 坏明 你怎么回来了 我来取个文件 对 在加班 我没让你加班啊 今天上午我不是迟到了吗 要不今天就能完成设计稿了 我怕耽误进程所以加班了 义务的啊 不用加班费的 好了 回家吧 为什么呀 回家早点休息吧 我跟你说了 我不要加班费的嘛 我从不让我的员工加班 走吧 不然我让保安上来断店了 你别 快 好 这么晚了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不是用 那你打辆车 发票留着 明天给你帮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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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 别人 我和你一天也圆 乡亲大姐 你下班了 菲菲 你怎么会在我家 菲菲 你知道吗 她不仅会做词作曲 而且声音比张学友还要好听的 你听过没有 你认识她呀 她不是你的朋友吗 拜托大姐 你不认识她 就随便让她进来啊 可是她把你的相貌脾气比心 说得一清二楚的 最主要的 她还有你的电话号码 那我一个我就让她进来了 辣椒姐 我真的服了你了 我 相亲大姐 不要这样嘛 你逼债啊 你不要这么过分嘛 你都逼上我们家门了 我又不是不还给你的 我不是来催你陪我鸡她的 那你来干什么嘛 我这两天没钱交房租嘛 又担心房东找上门 到你这儿来逼两天嘛 那你怎么不去毛峰家呢 毛峰她女朋友这两天在家嘛 我怕不方便 你又没有男朋友 对不起对不起 口误口误口误 口误 人的江湖飘谁能不挨刀嘛 就当是江湖救急 我这里都是女的 你住真的不方便的 方便方便 当然方便了 你不介意的话 谁可听就可以了 你看 另外一个女主人都同意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哎呀 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就随便答应她了 哎呀 帅哥有难 终于启文见死不救啊 贼妃 我看这家伙挺好的 你要是不要的话 那给我好了 哎 你这个答案话痴 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我管他是干什么的 只要不是通缉吧就行了 我怎么忍了你这么多年呢 就这么定了 你进一睡客厅吗 当然不介意 那我去帮你包装被子 那 我警告你啊 只限今天晚上 过了今天晚上 你 立马走人 なので 退 这真的呢 真的是 ни姑猫我 Launch 欢一心 都在这街上 好像大梁散摇 Carol 家把我机场做坏了 你说 很清楚 ignment 被我饿了 你真是 我都哭了是吗 快快快快快快 这里是合租公寓 拜托 请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好吗 她老是这么奇怪吗 对 对了 什么座座啊 射手啊 哇 这种主男人很有才的 对 那是当然 你什么星座 我星座 我告诉你 我怎么看 还有电影呢 星座团家 我看你个星座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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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啊 救救我 救你啊 别拉人 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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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 继续说 的 那个 他 他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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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婆婆送走了 少臭贫啊 薛灿呢 洗手间呢 不妨碍你们吵架了 我先走了啊 薛灿 薛灿 你可是违反住宿公约 进洗手间不敲闻啊你 少废话 出来 我 什么事啊 什么时候回家呀 董事会 已经做出让步了 什么时候回EAC上班呢 你被我妈负极了 薛灿啊 你真的懂点事好不好啊 董事长为了你去游说董事会 重新接受浪漫巴比伦这个项目 今天又过来亲自接你回家 你怎么跟你妈那样说话呢 你知道什么呀你 我就知道你不识好歹 我来就不喜欢做生意 我只想做我的音乐 要不是为了我妈 我才不去EAC上班呢 现在正好啊 反正上面也做不成了 我正好接这个理由 我们去了 那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大张旗鼓地说 要完成你哥的遗愿 还弄得我们大家跟你一起激动啊 还有啊 你现在说这话 公司的同事听到会怎么看你啊 这么大规模的公司 你以为我们是小孩子啊 让你哄着玩骗着玩的 急什么呀 我话还没 你让我很失望啊 你不要指望我再理你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时候回EAC上班 我什么时候再跟你说话 喂 没见过这种场面 不就是总经理来公司吗 还要加到婚营啊 正好了 恐怕是凶多吉少 行了 够票了 别动 我真的帅到让你如此震惊的护护了吗 我以为你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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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伦 公司到我们出晚了 二十分钟之后会议室开会 好的 来 你怎么回事啊 先回去准备开会的资料吧 是 怎么回事 薛总他叫什么名字啊 薛灿 薛灿 我说飞飞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 我 我脑子很乱 我脑子很乱呢 那先回办公室休息一下吧 薛灿 走吧 薛灿 灿也 他怎么搞的呀 初心 飞姐是怎么过的 你们俩看看这 把这整理好 好好 飞姐 您要是有什么 间歇性化做的病 拜托您去医院看看 瞧您刚才那一嗓 把我们都吓出病来了 是的 飞姐 你是不是认识咱们总经理啊 好了好了 都少说两句吧 赶紧回去工作吧 这一下咱们设计部 可给总经理印象深刻了 行了行了 你差不多得了 蔡爷居然是 AAC公司的总经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蔡爷怎么会是总经理呢 那他以前为什么要墨 哎呀 哼 你 你笑什么 乡亲大姐 你特地来看我啊 你太过分了 别走啊 跟我进来 你放开我 无赖 干吗发那么大火啊 你为什么要耍我 耍你 你这样做很有意思吗 怎么了 我不就是 你明明是EAC的老总 你在我面前装个什么物业游民哪 我们就是 今天才做的EAC老总啊 还在狡辩啊 没有啊 EAC老总 只是我诸多身份中的一个 你真的太有心计了 菲菲 你别误解我 我是真的很想跟你做朋友 做朋友呢 第一个条件 就是诚实 我是想跟你说啊 可是 没机会啊 你让我上午的时候 真的很失态 我不是已经帮你的语言过去了吧 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啊 耍人很好玩吗 耍人很好玩吗 看我像个傻瓜一样 被你骗来骗去的 还为你着急伤怒 对啊 你很开心 也很痛快呀 菲菲 我 我真的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只有神经病 神经病才愿意做EAC的老总 我更愿意做无忧无虑的灿野 可是我没办法呀 好了 别解释了 谢谢你 替我们一副环节 这个呢 还给你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 来 来 来 飞飞 你干吗跟我这样呢 难道因为我是EAC老总 我们就不能继续做朋友了 你 你看看我 你看 除了穿西服 打了领带之外 我不还是我吗 上班的时候 我戴着面具我是薛总 下班之后摘了面具 不还是灿野呀 灿野 在昨天十二点之前 你还是灿野 过了十二点之后 你已经不是灿野 你已经变成了王子 童话就是童话 不适合我这个年纪的人看 我以后不想再跟你有什么关系 做完一千零一夜这个项目之后 我就离开EAC了 为什么 就因为我是EAC的老总 再见 雪总 我 飞飞 飞飞 你 怎么才出来啊 你在等我啊 等你一起去 给阿姨买礼物啊 真的 一条围巾就可以了 可以了 还有啊 明天再给我妈妈 订个蛋糕就行了 好 你收到我的短信了 为什么不会啊 我想给你个惊喜 讨厌 谁叫你昨天无缘无故地 把我大骂一顿 没想到你的心眼就这么添淡 我就是 怎么了 你现在可是EAC的老总了 拜托好不好 我下班了 能不能别提这些 让人家倒胃口的事啊 但我说的是事实啊 你到现在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不会这么脆弱吧 我脆弱 那这么说的话 关雅琴应该是你的未婚妻了 对 名义上是 那事实上吗 我跟她不可能的 所以 在订婚的那天 你就偷偷地跑到我家里去了 因为 谁也不会想到我会躲在你家 你太自私了 如果你不喜欢人家 你就该告诉她呀 为什么要跟人家订婚啊 你这样不是把关雅琴给害了吗 你做人怎么可以这么随心所欲 不负责任呢 停停停停停 你再指责别人的时候 能不能先把事情搞清楚再评论啊 我说错了吗 真想知道关雅琴的事 我无所谓啊 我无所谓啊 不说拉倒 带你去个地方 带你去个地方 谁呀 我哥 我哥 哥 给你讲个故事吧 我跟我老哥 就像是 十二星座里面的双子座 虽然是兄弟 但是性格久异 他是天使 我是噩梦 他永远得到父母的赞续 朋友的夸奖 上司的认可 下属的拥戴 以及所有所有的鲜花与掌声 我呢 所到之处 只有麻烦 破端 人人对我必知有恐不及 关雅琴 她是我表舅的养女 很小的时候呢 她父母出车祸去世了 我表舅收养了她 雅琴呢 自小就在我们家玩 当时谁都说 她和我哥是金童玉 是 后来长大了 他们顺理成章准备订婚了 可就在他们订婚前不久 关雅琴突然跑来找我 问我喜不喜欢她 然后告诉了她真正喜欢的人是我 我真的不知道如何面对我 我当时真的吓坏了 慌慌张张的就逃到了日本 过了不久 这次重启浪漫巴比伦 你们设计部的工作是重中之重 所以提前喊你们来开个碰头会 周经理呢 她回家取东西了 很快就回来 好 那我们先来说说 太阳能节能环保型住宅 菲菲 你原来一直在研究环保主题的住宅 你比较有发言权 你先说说吧 嗯 太阳能型环保住宅是由欧洲 弗兰霍夫太阳能研究所研究设计的 是一所迄今最为先进的太阳能建筑 该建筑采用了北极熊的仿生技术 它有以下几个技术特点 大家可以记录一下 第一是它的外墙 仅靠阳台的胸墙及通风口 使用真空绝缘大玻璃 效果是普通材料同等厚度的十倍 第二是它的内墙 楼层板和地面都是透气的 与室内空气形成对流 做到冬暖夏凉 第三 它的屋顶全部是以太阳能光板铺铸的 第四是在一二层的隔断之间 安装了一个冷冻的蓄电池 可以自动调节室温 第五就是它的通风系统了 24小时不间断的向室内输入新鲜空气 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 带有回收装置的通风设备 还可以抽走室内的热气 以保持室内的恒温 居家生活用囊主要有三个方面 就是照明取暖和热水供应 欧洲在 节省照明用电上采取的措施是 尽量利用自然采光 欧洲实行下时制 节电的效果不仅体现在居民用电上 而且还体现在公共场所 公共设施和商业用电上 欧洲的下时制实行了几十年 从开始到现在几乎不用官方提醒 欧洲的居民都能够自行调整时间 这项技术目前在欧洲已经投入市场 效果怎么样 效果不错 但因为成本很高 基本属于高端人群 看来 降低成本很重要 你把这些都给你们说清楚 干爹啊 来 坐 明天南湖小月就要封顶了 公关部的意思是做个宣传 请您代表夜西去一趟 好啊 对了 张副总 现在薛灿抽掉了各部门的精英 都参加了浪漫巴比伦了 您看是不是再多找点新人进来 找新人 如果回头浪漫巴比伦做不下去 这些新人怎么安排啊 那您的意思是 先不要招聘新人 你跟他们说 辛苦一点 薛灿也就是三分钟热度 不出两个月 这项目搞不下来 他自然就放弃了 这我知道了 那如果他完成了呢 他完成不了 如果他能够完成这个项目 我就辞职 是 如果单单是造价问题 就简单多了 依我看应该不是 我研究过这种太阳能型住宅 见到太阳能型住宅 已经基本不成问题 制约它的是体质和价格问题 也就是说由谁来投资 由于成本等原因 开发商和住宅出租公司 都没有太大的积极性 这也是欧洲环保住宅最大的难点 现在有积极性的 都是一些理想的环保主义者 薛总 我们国家消费人群的意识 还不具备认可环保性房屋 他们大多数会把选择房子的重点 放在户型啊 位置交通什么的上面 对啊 你给他一处环保型住宅 你讲的天花乱坠 他们并不感兴趣 回头他们还会问你 为什么卖这么贵 有没有优惠 送不送停车位置 这倒是个问题 而且这种房屋维护也很贵 物业费不会低 你怎么看 这些其实全都是其次 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技术 能不能做到欧洲那样 这才是关键的问题 菲菲 跟我出来 干什么呀 这开会呢 我有话跟你说 干什么呀你拉我来这儿 菲菲 十年前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你 是 一切都是吴叔搞的鬼 我们都被他给骗了 你说什么 这么多年来 我们一直被蒙在鼓里 我简直就是个白痴啊 慧明 你冷静一点 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个时候 吴叔为了拆散我们两个 在我出院的当天 他故意不让你来我家 然后他来了 陪我借酒消愁 结果趁我醉了 他做出一副 刚跟我上完床的样子 好让你误会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回去翻浪漫巴比伦的资料 我一顿看到了 无数的日记 里面就是这么写的 还有 那个蘑菇小屋 也是他打碎的 菲菲 所以我们两个人 谁都没有背叛过谁 谁都没有背叛过谁 一切都是他搞的鬼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 你们在干嘛 怎么回事 我说 我说 他怎么回事 他怎么回事 就是 他说 他说 他最近走 他有什么 他的 因为顾菲菲啊 好像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机可趁了 今天开会的时候 薛散提出重启浪漫巴比伦 大部分人态度莫棱两可 只有周慧明反对 薛散抽调他 做项目小组副组长 是因为他觉得周慧明 曾经参加过浪漫巴比伦 又是心生力量 你觉得可以利用周慧明 如果他愿意站在 我们这边的话 那薛散就没办法继续了 这事情还得弄清楚 周慧明这次的反常 是因为项目呢 还是因为顾菲菲 那就交给你去查了 不是为了把你赶走 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来 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打算怎么办 周慧明如果离婚 你会跟他 有情人终成眷属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你神经病啊 都十年了 早就没有感觉了 我现在想做的事 就是帮你完成浪漫巴比伦 这个项目 真的 你爱信不信 小伙子 咻 谢谢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你说的是你的故事还是电视剧啊 废话 这个吴叔真是阴险到家了 那你们周经理什么态度啊 我从来没有看到他那个样子 他什么星座啊 谁啊 周慧明啊 除你座 那就怪不得了 那他太太呢 天蝎 男虫女女天蝎 真是绝配啊 小辣椒 我在跟你说我的苦恼啊 麻烦你正经一点好不好啊 我一直就很正经 哎呀 早知道就不该跟你说 哎 我真的很正经 你听我跟你分析啊 像周慧明这种人 他自己寻规蹈矩了半辈子 自以为能掌控一切 没想到突然一下子世界全变了 他发现自己给别人当傻瓜一样 被耍了十年 哎 不崩溃才怪呢 哎 真的是一万个没有想到啊 我说被夺周慧明 能做那么多事 哎 菲菲啊 参业知道这个事怎么说啊 他就问我是怎么想的 是啊 你到底怎么想啊 如果周慧明回来追你的话 你还能接受他吗 哎 我拜托你大姐 怎么可能呢 喂 妈 菲菲啊 明天晚上有事吗 和小菜一起回家吃饭啊 什么事啊 没事就不回家吃饭啊 可是我们最近很忙啊 事有点事要说 到底什么事嘛 电话里说不清楚 回来再说明天见啊 哎 妈妈 喂 我妈让我跟灿爷回去吃饭 哎 一波还未平息 一波又来清晰 茫茫人海狂风暴雨 深深菜 小菜啊 南湖小月封顶 销售创了这个季度之最 销售部啊正在庆祝呢 好 是吗 还有 这次南湖小月呢 是针对大众群体 建造的都是小户型 在杭州 如果是在同等价位的情况之下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 选择AAC的房子 按规矩 加奖销售部 知道了 那个 有人对重启浪漫巴比伦 提什么意见了吗 为什么问我 人缘好啊 公司什么事你不知道啊 那些元老呢 是没有人支持你的 还有啊 我问过董事会了 各位董事们 也不看好这个项目 幸好有表姑妈立牌众议 否则的话 浪漫巴比伦 是不可能启动的 所以很多人 等着看笑话吧 所以小灿 你一定不能输 你支持我 我怎么会不支持 我未来的老公呢 为 晚上是吧 好的 那我们晚上见 好的好的 没问题没问题 放心吧 对 没问题 我一定到 快让老公 都没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凭什么听你的 准备上哪儿啊 你管我呢 我不想在EAC待了 正好 我也不想在EAC待了 咱们去哪儿玩啊 我也不想去玩 我想回家 五分钟 我就需要五分钟 那就五分钟时间 多一秒都不给你 快说吧 飞飞你说 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能原谅我 回公司上班 决策 我真的求求你 你知道现在EAC怎么说吗 说我是关雅琪的接班人 那有什么不好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飞飞你告诉我 你对我难道一点点 一点点都没喜欢过吗 你你说实话 你不去赌气 是又怎么样啊 反正我们俩不可能 我可以不娶光雅琴 我也可以不做EAC的老总 雪月菜 不要再小孩子气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这样 我对你一点点都没有了 飞飞 怎么闹得这么厉害啊 表姐啊 当初为了薛家财产不外流 我们结的亲家 突然冒出个顾飞飞 这是什么人这么大的能耐 把小灿弄得五迷三道的 为了她 要和小秦分手 怎么又是这个顾飞飞 改姐 今天我就把这话搁这儿 要是小灿和小秦分手了 那我这张老脸 也不知道放哪儿了 以后在EAC我也待不下去了 您就另请高明吧 陈信 事情还没有严重到这个地位 除非我死了 否则 她休想回魂 不是啊 表姑妈 这次小灿说 谁也不想阻止她 表姑妈 现在全公司 不对 是全杭州的人都知道 我和薛灿丢婚了 如果她不娶我的话 我也没脸在杭州待下去了 表姐啊 和小灿好好说说吧 小秦就算有错 那也是因为她太爱小灿了 王嫂 爱 太太 什么事啊 打电话 叫小灿回来 好 我回来了 老公回来了 公司没事吧 飞飞没事吧 没事 是 慧明 我知道你最近比较累 不想听我唠叨 但是 我还是得多句嘴啊 说吧 以后千万别和飞飞扯上关系了 又怎么了 因为她得罪了关雅琴啊 关雅琴是什么人你应该知道 她干爹是张副总 又是薛灿的未婚妻 也就是说是EAC未来的老板娘 这一次度假村的事情 你差一点就中了人家的圈套了 你以后还是跟飞飞少接触一点 小心被她牵连了 你说你们女人怎么碰上这种事 都变得这么不可理喻呢 因为没有女人愿意自己的男人 去爱别的女人 顾飞飞尽早辞职了 啊 我觉得她这么做 是不想让薛灿难做 其实 这也未必是件坏事 也许离开EAC对飞飞来说是好事呢 她走了 你可以安心了吧 慧明 我只是想你好 其他的我 行了我告诉你 这件事多少我也有责任 如果顾飞飞真的因为这件事情 离开了EAC 那我也不干了 慧明 你说什么呢 这是薛总的意思 不是我的意思 顾飞飞走 我就得陪着走 妈 我去洗个澡啊 坐 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肚子好饿啊 顾飞飞到底是什么人 你这么护着她 居然为了她 要和雅琴分手 分手 分手这个词 您用得可不准确 我们压根就没牵过手 你少跟我拼 马上去 把眼睛哄好 妈 我能不结这个婚吗 什么 我越来越觉得我 跟雅琴不合适 雅琴的事我已经听说了 她是做得有点过分 但是要不是你跟顾飞飞 走得太近 她也不会这样 你也要从你的身上找云音 如果你每天跟雅琴在一起 她能这么没有安全感吗 她要的不是安全感 你说什么 她要的就不是安全感 要的是成就感 可是妈看得出来 她是真的喜欢你 说句不该说的话 她喜欢你 超过喜欢你哥哥 妈 别以为妈真的是老糊涂了 可是我 我真的不想娶雅琴 那你想娶谁 顾飞飞 不可以吗 除非我死了 妈 那没办法了 EAC老总我不做了 什么 关雅琴她想嫁的是 EAC老总 我要是不做了 她自然就对我没兴趣了 表舅也不会跟您闹了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 我辞职 你敢 妈 妈对不起 我只好 再一次让你失望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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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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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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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aq interfer 薛总不来上班 手机也不接 现在很多文件 等着他签字 该怎么办呢 帮下来我签 好的 难道表姑妈 没跟薛灿谈过吗 谈了 这顾菲菲啊 真是 丈夫总 你找我 你们怎么回事 南湖小月验收 质检部打电话 叫周经理去 周经理人呢 周经理他请兵驾了 什么 那周经理请兵驾了 就派别人去 副经理顾菲菲也不在 我们 好了 叫马克去 好 杨琪亚 你去看看周慧明是怎么回事 好 这里 还有这里 都需要修改一下 玉兔 然后你 乖 马克出去验收了 所以你去吧 去哪儿啊 周经理不是病了吗 你去看看他 见到周太太 你跟他说一声 如果周经理没什么大病 就快来上班 否则AAC不会给他留位置 哦 知道了 周太太 玉兔 快进来进来 你怎么来了 听说老大病了 就过来看看 哎呀还麻烦你跑一趟 真不好意思 来来来赶紧进来坐 玉兔 老大 上班时间你怎么跑来看我 那个 是关小姐让我过来看看你的 关小姐 对 她说 让你好好休息 尽快把病养好 AAC 可不能没有周经理啊 她是这么说的 是 那你替我谢谢她 就说我病好了 就回去上班 哎 你也赶紧回去上班吧 好 一兔 关小姐到底怎么跟你说的 周太太 下面的话是关小姐说的 可不是我说的 嗯 她说 周经理要是没什么大病 就赶紧去上班 否则 AAC是不会给她留位置的 哦 话已经带到了 那我就先走了 好吧 那我送你 回去吧 慢点啊 她走了 人家特地来看你 你怎么对人家那个态度啊 现在是上班时间 她应该下班再来看我的 你也知道是上班时间 你不也在家待着吗 我是请了病假的 哎呀 慧明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成熟了 不是我不成熟 我也是被牵连的 现在除非顾菲菲回去上班 否则我迟早值个走 你明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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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